大家好,我是小凤,欢迎来到美美美养生 今天分享拍打我们的手臂 拍打手臂有什么益处? 因为我们手臂上有手三阴和手三阳 六条经络,经常拍打能够调和我们的气血 让我们体内阴阳平衡,人体阴阳平衡才能健康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我们居家拍打能助我们阳气 怎么拍打?我们先用自己手拍打 先用右手拍左边 把我们的手弯成这样 从手指尖开始拍打 拍到肘窝处为八拍 从肘窝到肩膀是一个八拍 等于是两个八拍 手臂外旋 再从肩膀拍到肘窝处为八拍 肘窝到指尖为八拍 一共四个八拍为一圈 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拍完再拍右边 还是四个八拍 还是四个八拍 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再加拍时 每个胳膊拍两遍 再用经络拍或者手拍 从肩膀处手臂内侧开始拍打 沿着手臂内侧拍到了肘窝时 多拍打一会 再到手腕 到我们的内观学处 可以多拍打一会儿 到了大鱼记 小鱼记处多拍打一会儿 再到劳工学多拍打 拍到指尖 再从指尖往回拍 这次拍外面 然后到河谷学 我们大拇指收在掌心 我们在河谷学处 也可以多拍打 外观学 外观学与内观学对应 在外观学处多拍打 到指勾学便秘者多拍打 再继续向前走 趋持学处 再多拍一会儿 要细讲一路学位多了 我们只是在主要学位多拍打 然后回到原点臂膀处 这样为一圈 我们再换拍打右边 肩膀处手臂内侧开始拍打 沿着手臂内侧 拍到了肘窝时多拍打一会儿 再到手腕 到我们的内观学处 可以多拍打一会儿 到了大鱼记 小鱼记处多拍打一会儿 再到劳工学多拍打 拍到指尖 再从指尖往回拍 这次拍外面 然后到合骨学 我们大拇指收在掌心 我们在合骨学处 也可以多拍打 外观学 外观学与内观学对应 在外观学处多拍打 再继续向前走 趋持学处 再多拍一会儿 然后回到原点臂膀处 这样为一圈 我们每天每个胳膊拍打四圈 这样拍打完后 我们会感觉很舒服 因为每条经络 淤堵人体都会不舒服 每天坚持拍打 我们会越来越漂亮 因为气血畅通 脸色好 心情好 不无聊声势 身体还健康 这是聪明人最大的收获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